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我们去外面旅游的时候 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小贩 在风景很漂亮的地方摆摊 不管他是卖照片或者卖图像 有一些画家会专门为人家画图像 那我想这样的形态各个地方都会有 在台湾的时候以前 北瓜山顶也有人在买翻面 所以我会叫我有时候去习习北瓜山 中华古早叫半山 东平一个北瓜山 山顶像木齐零零 一线大刀庭庭 每年背贵人楼英 不幸一万四高清 古早是老国县流头冰 清掉时林松门 四九段丹九转帝万星 亚火炮 就山头来翻清 你不能拍心平 亚火炮 减无情 放棄 乎我先翻你走走情 建楼堂有情 有人买翻面 下感情 减会华兵 适合时 我们想要在佛祖情 下完 七土甘买兵 这是我对八卦山的印象 他以前小时候 有人在那边买翻面 焦辣糖 或者是买兵 所以我到这个地方去 我也观察到说 圣头离岛里面 虽然教堂前面 也有人在卖他的图像 或者卖他的纪念品 那我想说 一个人坐在教堂上 每天在卖图像 卖作品 他也是为了生存 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生存 不管你是画家 你是私人 你假如没有经济的来源的话 你就很难生存了 所以我说 他在销售生命中的青春 也就是说 每一个行业里面 他几乎都在 销售他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呢 日子一天一天过 人一来一天老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每天每天都过着 走向天堂的日子 所以这些事 这些事 细免无常 没办法 这个世间 所以我们在写诗的过程里面 就是说 你看到什么景色 你会想到 你要书写是什么东西 你要告诉你的读者 你所体悟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思想 一种情感 这是我们在做一些旅游的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外在的景色 我们内在呈现出的一种心情 那是我们在做一些旅游的过程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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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